娱乐圈混不下去改行的六位明星 有人回家种地身价上亿 有人无戏可拍轮为网红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六位明星都是谁吧 第六位 赵亮 许多人都曾看电视剧《康熙为福斯访记》 其中除了张国立和邓杰扮演的康熙帝和怡飞 赵亮饰演的三得子也深深印在了人们心中 赵亮的精湛演技赋予了这个角色生动的灵魂 但除了康熙为福斯访记 赵亮在其他作品中并未取得太出色的表现 多数时候只是客串或饰演配角 渐渐地退出了公众视野 然而在最近的一档脱贫节目 《再次见到你》中 观众们惊喜地发现 节目介绍的主人公正是演员赵亮本人 如今赵亮穿着朴素休闲的衣服 鬓角已经洒满了斑白 他放下了演员的光环 依然来到了一个普通的村庄 投身成为一名养鸡大户 尽管创业之路充满坎坷 赵亮却没有丧失信心 凭借坚韧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 赵亮的养殖基地逐渐崭露头角 不仅实现了自身的成功 还带动了周边33个村庄 共计288户农民脱贫致富 据悉如今他的身家已经过亿 第五位 陈豪 2001年 陈豪在《粉红女郎》中的万人迷一夜成名 成了万众宠爱的美人 如今距离那个时刻已经有整整19年 时间不经意间 陈豪已然迈入了不惑之年的40岁 然而令人惊叹的是 他的容颜似乎未曾受岁月的侵蚀 仍然焕发着当年的光彩 当年他曾事业巅峰 嫁给了一位富豪老公 然后在娱乐圈逐渐淡出 据悉他在09年嫁给了现在的老公刘海峰 并迎来了自己的宝宝 刘海峰是一位圈外人 同时也是位低调的富豪 他们相遇的故事也颇具戏剧性 刘海峰初次见到陈豪还是在电视荧幕上 当时便被他的魅力所倾倒 于是他不甘寂寞 通过朋友巧妙地制造了两人的相遇机会 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由此展开 婚后的两年 他们欢迎了第一个可爱的女儿 随后又在婚姻的第四年 喜迎二胎的到来 迎来了第二个女儿 陈豪顺从婆婆的建议 选择了暂别娱乐圈 全心全意投入家庭 如今他已经是一位三个孩子的母亲 而丈夫刘海峰一直专注于家庭和事业 他们的生活充满幸福 然而近年来陈豪再度回归 但这次不是演戏 而是担任大学老师 回到了母校 用自己的丰富知识和人生经验 为娱乐圈注入新的活力 盘点娱乐圈混不下去改行的六位明星 有人从商负债成老卖 有人丑闻缠身被迫退圈 第四位 李亚鹏 李亚鹏这位曾经的明星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了自己在农田生活的日常 引来众多网友的好奇和关注 在视频中 李亚鹏显得有些苍老 岁月痕迹已然显现 简朴的着装让他看上去就像一个普通人 许多网友纷纷评论 他这个样子更加贴近民众 更有亲和力 然而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唏嘘 曾经李亚鹏是娱乐圈的耀眼明星 拥有不少成就和知名度 然而他执着于追求金钱 觉得在娱乐圈赚钱还不够 于是他踏上了商界之路 却陷入了致命的困境 尽管在演艺界有所掌握 但在商场上 李亚鹏却显得有些至能 他的企业最终破产 资金被冻结 债务如山 据传他背负着4.52亿的巨额债务 曾经的粉丝们也感到十分失望 对他的靠谱程度产生了怀疑 或许正是因为无法偿还巨额债务 李亚鹏才被迫重新进入大众视野 以成为网红的身份 制作视频来谋生 这个转变让人不禁深思 曾经得大明星 现在竟然沦为了网红 第三位 周杰 还珠格格的热播 让周杰一夜之间闪耀全国 他与其他主演一样 踏上了炙手可热的演艺之路 不久后 周杰又迎来了另一波高潮 出演了备受瞩目的热门剧 少年包青天彻底稳固了在娱乐圈的地位 事业风生水起 然而在这段风光背后 他未曾遇见到一场背叛 一次背后捅刀的出现 林心如在一次采访中 言辞之间控诉周杰在拍摄期间 对他进行了强吻 令他感到极度不适 这一指控宛如一记重锤 瞬间将周杰推上了风口浪剑 他不得不承受 衣冠禽兽好色之徒的耻辱之谜 演艺生涯岌岌可危 虽然周杰多次尝试澄清 公开质疑为何林心如当时未敢提出抗议 为何工作人员和导演都保持了沉默 但舆论的声浪已如滔滔洪流 无法遏制 紫薇的白莲花形象深入人心 众多人宁愿相信了林心如的陈述 最终周杰无法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 被迫退出娱乐圈 但出演艺圈后 周杰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路径 他变身为一名农民 收购了成千亩的田地 开始种植各种有机农产品 大米 蔬菜 如今周杰的农场规模越来越庞大 而他本人也在悄悄中成为了亿万富翁 你知道娱乐圈混不下去改行的六位明星都有谁吗 有人成户史 有人沦为网红 第二位 李启鸿 1995年 李启鸿出演了古天乐版的《神雕侠侣》 在其中扮演了郭湘一角 他的表演娇俏可爱 充满灵气 一举爆红 随着郭湘一角的成功 他的演艺事业达到巅峰 成为了当家花旦 频频受到金像奖提名的肯定 然而2002年 抑郁症的阴影笼罩了他的生活 在承受了家族遗传和巨大工作压力后 当时32岁的他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抑郁症是一场悲剧 但李启鸿幸运地选择了重生的道路 他前往加拿大接受积极治疗长达9个月 最终战胜了抑郁症 重新踏上了生活的征程 这段痛苦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真谛 2013年 他以43岁的年龄 客串出演了一部爱情电影 北京遇上西雅图 尽管已不再年轻貌美 但他仍然散发出成熟的魅力 然后他离开了演艺圈 选择了隐退 事实上他早在2004年就低调结婚 嫁给了一位加拿大人 他们定居在温哥华 他的丈夫一直是他坚实的依靠 陪伴他度过了抑郁症的黑暗时光 不久之后 他们迎来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名叫李志德 他们选择居住在一个偏远的地方 位于海拔1500英尺的高山上 远离城市的喧嚣 享受宁静的生活 这宁静的生活使李启宏 有了时间思考下半生的人生意义 鉴于他母亲和自己 都曾经受到精神健康问题的困扰 李启宏决定转行成为一名精神科护士 以帮助那些需要关心和治疗的人 第一位 舒畅 2008年 中国电视音频上掀起了一场 前所未有的魔幻风暴 当时的科幻巨制 魔幻手机 瞬间成为全国范围的热门话题 而其中舒畅扮演的傻妞一角 更是一时风头无两 他那可爱而具有独特魅力的表演 让观众如痴如醉 令他们对拥有一款傻妞牌手机充满期待 当时这位兼具才情和颜值的 女演员的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命运往往充满曲折 尽管舒畅在演艺事业中 展现出卓越的演技 但他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不幸的是 他逐渐失去了扮演主角的机会 只能长期扮演女二号 女三号 甚至不太重要的配角 这让他的演艺生涯陷入低谷 到了2019年 舒畅试图通过社交媒体来重振声誉 然而他对整容传闻的回应 并未获得观众的认可 这一事件引发了人们的质疑 让人开始怀疑 他的真实面貌是否发生了改变 之前有有关整容的传闻 也加深了这种疑虑 不久后 舒畅将注意力转向了直播带货领域 他积极参与带货活动 在直播中吸引了大批粉丝和观众 然而一些观众开始对他销售的商品质量产生怀疑 指责他售卖假冒伪劣产品 这种不诚实的商业行为 对他的声誉造成了重大损害 导致粉丝纷纷离去 从实力派演员到主播带货 舒畅的职业转型既令人感到困惑 又令人深感失望